以爆料著称被中国大陆民间奉为网络英雄的网络红人秦火火 日前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他被指控蓄意制造传播谣言 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 那么网络公知还有学者们认为 秦火火揭露了很多中共体制内鲜为人知的腐败内幕 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对当局构成了威胁 对秦火火的攻击很明显是当局要杀一警百 针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又一轮打压 据中共喉舌新华网8月20号报道 北京警方已在互联网蓄意造谣传谣制造事端等理由 将秦火火和他所在的北京尔玛网络营销公司多名员工刑拘 由此引发了舆论争议 我不相信他在造谣 我相信他所说的是事实 我认为一个人造谣肯定有他的目的 那么他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我觉得他没有利益 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我觉得很可能秦火火是被警方构陷 欲加之罪何况无耻 令人奇怪的是 虽然当局拘留了秦火火 并且在媒体铺天盖地地 罗列秦火火的造谣罪状 却没有针对秦火火的谣言 做出任何辟谣和解释 我想他是挖不出证据来的 如果是造谣 为什么当时没有反驳 谣言止于真相公开 据网络资料显示 秦火火真名秦智辉 湖南人30岁 曾在微博知名大V 薛满子亲密战友 所创办的网络营销公司 华语百创传媒任职 2011年7月 秦智辉因为曝光723动车事故 天价赔偿 红十字会强行募捐等内幕 而迅速在网络走红 随后秦火火又连续爆料了 四川地震救援黑幕 中共军中少将之子任职外企高层 名人收钱为重庆模式站台等等 一系列显为人知的消息 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 被网络公知和网民们放为网络新势力 由此引发了当局的不快 此外当局还指控秦智辉 诋毁众众商张海迪雷锋等所谓的道德楷模 导致他们的形象受到网民质疑 从大陆媒体截取的微博可以看出 秦火火曾质疑中共残联主席张海迪 为何拥有日本国籍 他的妹妹张海燕 为什么更名张挪威并拥有一万家产 雷锋只有六元工资 如何给自己添置价值90元皮夹克 毛料裤 黑皮鞋 秦火火认为 这些道德楷模完全是由中共制造 目的是用来给民众洗脑 他的观点受到众多网民的支持 刘一鸣和魏真林一致认为 当局抓捕秦志辉主要是为了杀鸡尽猴 借此打击网络活跃人士 防止他们的言论带动和影响更多的网民 刘一鸣和魏真林进一步指出 当百姓明白真相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将会对中共专制统治者造成巨大冲击 这恰恰是当局最害怕的